大家好,昨天有网友问为什么在我的随机种子下面有个覆盖设置,它的怎么没有,在哪里设置的呢? 这个一般是在复制的图片参数和Stable Diffusion里设置的不同而出现的。 现在就来测试一下。 如这次使用的模型为Magic Mix Realistic。 找到这张图片。 按右下角这个按钮复制图片的参数。 把图片参数粘贴到记事本里,看看里面有几个要留意的参数。 ENSD-31337这个跟随机种子有关。 ClipScape2,Stable Diffusion预设为ClipScape1。 AdNet Model一室友加入了Laura模型。 下面这个是Laura模型的名字。 现在把这个图片的参数粘贴到Stable Diffusion里。 这时就会在随机种子下面看到覆盖设置栏出现了。 原因就是这两个设置是和现在的Stable Diffusion里设置不一样, 才会出现覆盖设置栏的。 刚才图片参数里的AdNet Model一对应的是, 可选附加网络Laura插件里的模型一。 它这里是有启用的,权重已经调为一, 但在模型一里没有显示模型名字, 原因是没有这个Laura模型。 可以找找看能否找到这个Laura模型。 在模型一的框里输入模型名前几个字, 但没有找到。 回到C站的刚才图片位置, 但右边没有显示这个Laura模型的链接。 可以使用在图片参数里的Laura名字来找出这个Laura模型。 输入全名一般会找不到, 像画底线这个也要删除,才可以。 第一个就是,或按下面的View More Results, 可找到这个名字有关的。 在C站找模型,有时要把名字拆开才能找到。 找到这个Laura后, 就可以下载这个Laura模型 存放到我们的StableDiffusion使用的Laura文件夹里。 不要存错位置,不然无法使用。 先不使用这个Laura模型, 看一下生成出来的图片效果。 生成出来的图片和C站里的不一样。 重新在模型1的框里输入模型名字, 这时也会是找不到模型的。 要先按一下这个刷新模型列表, 才会看到新下载的Laura模型。 刷新模型列表后重新在模型1的框里, 输入模型名字, 现在可以找到了。 选用这个Laura模型。 再生成图片。 现在图片的样子和C站的差不多了。 只是现在是没有开高清修复的效果。 现在先把覆盖设置框里的ENSD31337删除, 再生成图片试试。 删除ENSD31337生成出来的图片不受影响, 因为现在是使用固定的种子。 现在也把覆盖设置框里的ClipScape2删除, 再生成图片试试。 这时生成出来的图片样子不同了。 当刚才把ClipScape2删除后, 覆盖设置框也自动隐藏了。 这里教大家可以在哪个位置找到修改ClipScape2和ENSD31337的选项。 先按设置, 左边按Stable Diffusion, 下面会看到Clip跳过层, 这里就是修改ClipScape2的选项。 预设是ClipScape1。 在设置里, 左边按采样器参数, 下面会看到ETA噪声种子偏移, 这里就是修改。 ENSD31337的选项。 预设是0。 修改好后, 回到上面按保存设置。 再按重启WebUI。 再复制图片的参数到Stable Diffusion。 这时会发现之前在随机种子下方的覆盖设置框没有出现。 是因为刚才把Stable Diffusion里的ClipScape改为2和ENSD改为31337了, 变成和图片的参数一样。 在这种情况生成图片, 看看图片里的样子还会不会和C站的一样。 结果大致一样的。 我们也可以把这两个选项功能把它弄到在Stable Diffusion WebUI的顶部, 像选模型那样。 先按设置, 再按用户界面, 找到下面的快捷设置列表。 分开把这两个指令复制进去, 粘贴进去后按Enter键, 这个文本内容也会分享到视频下方。 修改好后, 回到上面按保存设置, 再按重启WebUI。 重启后, 可以在Stable Diffusion WebUI的顶部, 选模型, 这行的右边看到可以修改。 Clip Skip值和ENSD值, 这里调Clip Skip值为1, 和ENSD值为0, 在复制图片的参数到Stable Diffusion里测试。 这时的覆盖设置也会自动显示出来, 因为图片的参数和Stable Diffusion的设置不一样。 其实, 当覆盖设置有出现时, 只是提醒用家图片的参数和Stable Diffusion设置不同。 出现在, 覆盖设置框里的就会自动修改Stable Diffusion设置和图片一样的参数。 也可以把上面的Clip跳过层, 改为2, ETA噪声种子, 偏移输入3133起, 这里要慢慢输入。 重置一下网页。 粘贴上图片的参数, 再测试一下。 现在随机种子下方这里没有显示, 覆盖设置框, 代表着图片参数和Stable Diffusion设置是一样的。 这里不使用可选附加网络Laura插件功能, 测试一下生成效果。 现在直接在上方的Prompt里加入Laura模型。 这个没有图片预览效果的就是刚才新下载的Laura模型。 可以使用C站助手扩展来下载预览的图片。 现在就可以看到预览图片了。 图片的效果大致上和C站的一样了。 再开高清修复来生成图片。 可以查看一下C站的这张图片的尺寸为1024x1536。 这里找到两个网页介绍关于Clips Deep值的作用。 现在这张开高清修复的图片基本上和C站里的这张图片效果很接近了。 在前两天也找到几个可以控制服装透明度的Laura。 希望这个视频对大家能有所帮助。 如果还没订阅的请加个订阅。 到时更新的视频时也可以及时看到。 最后感谢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